好上节课我们讲了如何给windows分区 那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下面这条很长的任务栏 这个任务栏它不仅是可以在下边 还可以用鼠标把它拖动到右边上边左边 当然最常见的还是在下边 如果你的任务栏拖动不了 那很可能是你把它锁定了 那如何锁定或者解锁任务栏呢 只需要我们在任务栏上右键 就可以在这里选择锁定或者解锁任务栏了 那现在我们就把任务栏锁定了 接下来我们再讲这个小区域 这个小区域有一些图标 那在最左边还有隐藏的图标 当我单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有哪些图标被隐藏了 那如果你想把这个图标隐藏 我们只需要按住它把它拖动到隐藏的区域之内就可以了 那如果这个图标我想把它拿出来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按住它把它拖出来就可以了 好我还是把它放回去吧 接下来再讲这一个区域 好现在我单击一下时间 它会显示出具体的时间来 单击一下中间这个通知栏呢 它会显示出有没有通知来 还有最右边这有个非常小非常小的一个小竖条 那它是什么呢 它是显示桌面 当我单击一下它就会显示出桌面来 当我再单击一下它就会恢复原来桌面上有什么 它就会显示出来 那这个区域它不能像左边那些图标那样进行拖动的隐藏 但是如果我们想隐藏它们依然是可以的 那我特别喜欢把时间隐藏 为什么喜欢把时间隐藏呢 因为当我看到时间的时候 比如说看到现在是14点02分 我特别想去喝一杯咖啡 那如果我把时间隐藏了 很容易进入工作的心流模式 所以啊我一定要把这个时间隐藏掉 那如何隐藏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右键选择任务栏设置 好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锁定任务栏也可以在这里进行操作 那我们想把时间隐藏掉呢 我们可以往下找 来到通知区域 那我把打开或关闭图标打开 好在这里有个时钟 它是打开的 我现在把它关闭 哎时间就没有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把操作中心也给它关闭 当然我还是喜欢把它打开的 好我们再后退一步 那我还喜欢把桌面模式下自动隐藏任务栏打开 好那当我打开的时候呢 这个任务栏就会自动的隐藏 当我鼠标放到最下方的时候任务栏又会出现 那我喜欢把这个功能打开 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我们的桌面就有更大的显示空间了 好那如果你的电脑是平板PC二合一 比如说Surface 那你可以把这个打开 当你进入平板模式 那它会自动的隐藏任务栏 好那这些图标我们都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使用小图标 当然我还是喜欢使用大图标的 好那像这些开关我们都可以去尝试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左边 那左边有一个很长条的框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要打开PowerPoint 我可以在这里输入PowerPoint 那就可以直接的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条很长 我觉得不够美观 可不可以把它变短一点呢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选择右键 好在Katana这里 默认的是显示搜索框 那我们把它变成显示Katana图标 它就变短了很多 那如果你想找东西 依然是可以在这里单击 然后在这里搜索的 哇哦